透過這樣的寫 其實你重新去看一些事情 尤其我們常常都覺得說 我生活在這個地方 我很了解的地方 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 當你 開始你要去找一些東西來寫的時候 你真的是重新在 重新 就是重新去看這個地方 所謂這種就 所謂的在臨時或在世 比如說你生活在哪裡 你可能就是每天 比如說我們生活在台北 其實你大概每天就是 大概每天就是公司家裡 你拜六五獎一十號 你自己去討論 你大概去的地方都很過敏 這個城市很多地方都沒有去過 然後這個城市很多地方都沒有去過 然後這個城市很多地方都沒有去過 很多事情都沒有去過 當你知道 平常你沒有事情的時候 你只是要畫畫畫過一天 可是如果 當你開始要去寫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去搞清楚它的時候 即使你就要重新再去看那些東西 這是所謂的 所謂的在臨時 然後甚至於有些想所謂互相的地上 我不這麼可以 像我台南人 我現在看很多人在寫台南的文 然後我都看說 這我讓你來 我台南人 然後別人在寫台南的一些文史啊 我都覺得你好像台南 你心裡會想說我蠻少的 而當你去看到這東西就說 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個事情 或這個廟是這樣 甚至於講句最那個的 也想吃 你都覺得台南我都吃片了 結果來人家寫一個老天 我長大 我又去吃過這東西 做了一次在這裡 就是說 不管是寫 或者說你開始去想去 嘗試去發表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也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 別人還沒看見你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重新去看了這樣的 這個城市 或者你自己的故鄉 你的鄰居 我想像現在每天那個 那個伯伯或者是那個 像以前我小時候住郡主 就每天看到那個伯伯就是 伯伯好 然後就 點多聊兩句吃飯 可是那一天你真的跟他坐下來的時候 你才發現我原來他是一個 那個戰爭英雄 或者等候或者什麼 就是說有時候有一些對於你 你身旁裡面很熟悉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可是當你去深入去看的時候 他有不同的模式 那個就是一個所謂的在 重新去看觀看或重新去看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 我這樣想 譬如說你台北這個就是 就 都是台北的東西 當然 一個城市裡面有很多公開的 像這種 直接倒到這邊走 可是 這在哪 在帶著 我一直以為說 正在那個 我們那個曼鳥 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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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叫曼鳥 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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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鳥是像柳葉鳥 然後 本來我一直以為只有在南部海邊 因為 水 那個曼鳥 曼鳥是一種很有趣的生物 它是 曼它 生長在海底裡面 然後 他要 他要 他會從裡面開始 大海 然後 然後 游到哪裡 游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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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 本來是一個小暖 就一直慢慢增長 慢慢增長 然後變成 直到你看到整個曼鳥 已經是所謂的曼鳥的時候 他就開始流進 流進所有的淡水 去游到海 那 基本上他 這個水要非常乾 你像我這個游到海 游到海 游到海 太脹 那我一直以為說 其實可能在南部 或東部 還有這樣的東西 我不知道說 淡水居然沒有 而且當然是數量少 其實以前全台灣都有在你穿 只是現在我的感覺是說 北部已經工業化非常厲害 北部可能沒有 可是我不知道 在淡水居然 那差別在哪裡 你開始找那些正式人 他跟你講 我那時候我記得就是 正式在淡海 淡海那天的海 然後那邊又開發他 然後你本來是去採訪那個 所謂的整個徵收服務 然後去拍一些社區 西流 然後他突然就跟你講說 這個西很乾淨 然後還有人在那邊抓 抓烙漫年 那你突然聽一下 你們這邊還有人在抓漫年 對啊 而且每年抓 我說不是只有在那個 中南部那邊才 才乾淨的很多人 沒有啊 我們這邊水也很乾淨 然後說哪一天晚上 因為要冬天 冬天的時候那個漫 那個才會搞海 對啊 這太有趣了 你知道意思嗎 很多東西本來你以為它不存在 或者你也不知道 有啊 有一個故事了 然後就跟著去 跟著去看 然後去拍照 那這是哪裡 好多的陌生 抽煉吧 那為什麼要這樣照顧 其實 要快 要快 因為現在就是變遷太快 我真的很騙 有時候 有時候我剛拍照 我都常常在跟人家開玩笑 都在拍一個移照 拍城市的移照 拍一個地方給你移照 為什麼叫移照 因為你才拍完 因為後面決定 他居然要開發 但要拆掉 對啊 這張大概是 2005年 2006年的職業 我那時候 那時候到對面的花生 對面的道 然後上面去 去拍一下 你看 整個樹 然後這是壽念 那現在這旁邊已經都蓋那個了 像你看到現在整個旁邊那個什麼 心管 你蓋了 然後這邊這一棟那個什麼 你蓋起來 是不是 我這下都看過 當然你可以說 你自己去一邊小腳 我在哪裡 你可以等 明天出發 後天出發 明年出發 後天出發 我跟你講 城市已經要變得非常多 很多東西就消失了 然後 當然現在的時代 不一樣 現在很多都有想起 可是你看現在很多人 再早期一點 比如說民國六十年 七十年一間大早 那相機還不錯 大家突然來 你看網路上都很覺得 很多人喜歡丟那些老花給出來 你才發現 我原來以前公華商場是這個樣子 現在年輕人可能不知道是公華商場場 什麼樣子 或許有沒有 還找人 當你放出來的時候 年輕一輩就知道 我原來以前公華商場是 現在在那個 我這種 我在前面是什麼樣子的運動狀況 所以 我的意思說要去找那些地方 那這是哪裡 你是經常走 你在那個 在那個 算是 這在 這在 這給我怎麼講 雙台北市 那是誰 那是誰 其他應該就是 在台北市 淡水河邊的一個 小航空 非常小的一個航空 然後 那時候 這 這大概前幾年 然後最早我去的時候 那邊也會造龍舟的石頭 所以我以前在那個 華龍舟那個 造到整個龍舟 那邊還有老師在 那等於那老師我現在 我不知道你會傳來怎樣 所以去年還是去年發生一件事情 我是到那個 匈牙利區 去造那個 是匈牙利還是哪一個 造個龍舟回來 規格 規格沒有關係 主要是那個龍 龍舟 因為 我們的龍 我們龍 龍舟的龍舟 就是我們傳統的那種 所謂東方的龍舟 龍舟的龍舟 然後大家 你可以去看這些 那個龍頭 跟電影上的龍頭 就五話差異 只是大家 大家就在笑 那我意思說 其實 我們很習慣在一些路上走 上班下班 去玩的地方 可是當你如果是 你真的想去講一些 不管說故事或什麼 其實有時候 你開始要去找 找一些特別的地方 啊 我早上都笑說 那就好像是你的 自己的秘境一樣 所謂秘境就這樣 有時間就去走一走 看一看 然後自己去拍照 或者帶家人去那邊走 這天氣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你就帶家人去他們這邊玩 你就慢慢在那邊拍照 然後跟最後一件事情說 你一個地方 第一次 我會不會講 第一次去的時候 你一直在看你的房間 你去兩次三次四次五次的時候 你開始會認識你的人 然後那些人看你咋咋 他開始會跟你講 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對你有一點 它就不是一個 一個字面的地方 這是我最近 最近 在做一個 這個應該猜不太出來 OK 民主公在哪 哎呦 才不是山啊 就是在那個 就是台大 就是西城 台大公門 那個台大旁邊 每天經過 然後每天看到這個山 就是 找了各國四五路 我那個 我那個 那個叫 木詐去嗎 是木詐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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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詐去 對 就木詐去 對 有人繼續過在裡面嗎 沒有 我沒有 每天 每天過去 就看到這個山 然後你不知道說這邊 這邊還有一片區 我其實很漂亮 然後最近要 最近要拆了 然後那邊有一群年輕人 也開始搶局 那我意思是說 當你去的時候 他開始一講那邊的故事的時候 才知道這邊這麼精彩 而且不要說精彩 光這個 在我們現在第一次比較雜亂 他真的就是很有味道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就是說 某個人如果我們都是比較奇怪現在建築 就是那種高樓 然後比較明亮的路 然後有行道府 就我們可能比較習慣這些樣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以前這些 這些 這些所謂因為 生活 然後大家要 這邊湊一點 那邊湊一點去蓋的房子 其實你反而現在去看 它那邊只是一個 你要說藝術 或者它有它那個味道的一個 一個空間 然後 這邊就是 這個也很好笑 這是網路的回憶 本來去的時候 他們是大概有一個所謂的工作室 其實不超過四人 然後他們決定說 要去保留這塊的時候 放了一些照片 然後你要那個 然後你要那個 如果大家有那個玩那個 有Ethan FB的話 可以去找一個好餐主工作 好餐主工作室 那就是他們的一個專業跟他們的房 他就放了照片寫了一些故事 然後 這一天大概是上個禮拜 他們等於是那個 要幫那個居民啊 因為那個居民的老伯伯 所以很想留 可是也倒在場地 然後他們要去幫那些老伯伯 就說 一起 除了爭取自己可以繼續租下來之外 是不是也可以把這第二面 往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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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概這樣就是 在網路上發了這訊息 在網路上 大概兩天三遍 他們本來只有四個人 五個人 一下子來死 鼻子風可能是死的 然後就是因為看到網路 覺得這個事情是他們想要去幫忙的 就來了 所以 我們那天在這邊看 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你很難說 就像我前面講的 你寫那個訊息 不見得說是寫給什麼名字 寫給官員 寫給誰 心靈相同 是不是 你這東西出去 有人就是對這東西 有感覺 他想要跑到這樣的地方 然後有人就覺得說 這樣的事情 一起做是一些很沒有的事情 知道去哪邊幫忙 或到哪邊做 當你這訊息出去的時候 對啊 你看這幾位 這裡面好幾個 他沒有來過 他沒有來過這地方 或者他已經有來過 然後發現這邊有難 或者有什麼時候 他想要來跑 他就塞了 所以我意思是說 其實在 這全部都台北 然後包括更多的地方 當然比較遠 可是如果說以你自己生活所屬 不要說這比較遠 你住了 我都開出來 他說現在這整個城市 那個大馬路邊 那高樓大廈 這樣擋住 你根本有時候在看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高樓的後面 就有一種問題 對啊 或者你自己回家 回家的路上 那個整個樹長得密密麻麻的 可能你在裡面 如果你有機會 都要進去看 裡面有個什麼什麼 什麼被死啦 有個什麼什麼東西 對啊 就是被你發現到 所以他最近的故事 在那個地方 所以說整個城市 他很大 然後他的歷史很久 很多東西 他其他都已過在那個地方 那或許是你是第一個 發現他的 或者是他 早就已經在存在那個地方 你是重新再把他講出來 或者是別人發現 然後你一起去幫他 其實我覺得說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 就是說 題材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很多東西對你而言 他就是 你本來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他存在 或者也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在哪裡 可是你只注意去觀察 不管你自己去找去發掘 或者是你自己 通過網路 然後一起參與進去 所以他就是一個 一個你去寫 或者是 你去書寫 或者你去 我們前面講的 去表達的一個 一個原點 你寫東西總要 要寫什麼 因為大家都覺得 我要寫什麼 可是在你做到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